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也何妨 你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 无泄心 直到我们 感见不幸 各位主内的家人 平安 欢迎加入祷告大军的行列 让我们一起来赞美 一起来宣告 今天是充满力量 充满盼望的一天 因为主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我的时刻 我的拯救 你是我患难 终水时的帮助 中山怎样围绕 耶路撒冷 你必围绕我到永远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我高台 健康盘时 我心靠你比不动药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必难说 我的盼望 我的盼望 只在乎你 我们请弟兄 唱前面来祷告 我的时刻 我的拯救 你是我患难 终水时的帮助 中山怎样围绕 耶路撒冷 你必围绕我到永远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我高台 健康盘时 我心靠你比不动药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必难说 我的盼望 只在乎你 我们从头再唱 姐妹来唱 弟兄来祷告 我的时刻 我的盼望 我的拯救 你是我患难 终水时的帮助 中山怎样围绕 耶路撒冷 你必围绕我到永远 祝你是我的力量 祝你是我高台 健康盘时 我心靠你比不动药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必难说 我的盼望 只在乎你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我高台 我的盼望 我的盼望 只在乎你 我的盼望 只在乎你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我高台 我的盼望 我的盼望 只在乎你 我的盼望 只在乎你 我的盼望 只在乎你 是的 主 你是我们的盼望 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 主啊 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的中间 主啊 当我们来寻求你面的时候 主 你就让我们能够寻见你 以你的话语在今天早晨再一次 使我们充满从你来的智慧 充满从你来的能力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主啊 你是我的力量 你是我的高台 你是我坚固的磐石 我信靠你 必不动摇 主啊 你是我的力量 你是我的避难所 我的盼望 只在乎你 因为我知道 只有你 才是我的帮助 只有你 才能够向我生 赐力量给我 主啊 我知道 我知道 请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 诗篇八诗篇一到七节 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啊 求你留心听 坐在二基路坡上的啊 求你发出光来 在以法连 变亚敏 马拿西前面 施展你的大能来救我们 神啊 求你使我们回转 使你的脸发光 我们便要得救 耶和华 万君之神啊 你向你百姓的祷告发怒 要到几时呢 你以眼泪当食物给他们吃 又多凉出眼泪给他们喝 你使邻邦因我们纷争 我们的仇敌彼此细笑 万君之神啊 你使我们回转 使你的脸发光 我们便要得救 诗篇八诗篇 是一篇集体的哀怜诗篇 在一到二节说 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 求你留心听 坐在二基路坡上的啊 求你发出光来 在以法连变亚民马来西前面 施展你的大能 来救我们 在此处诗人首先提到 神是他百姓的牧者 他们是他的羊 他求神留心 听他们的呼求 他们到底在呼求些什么呢 他们呼求那坐在二基路坡上的神 求他发出光来 求神发出光来 这是指着他们求神 从他的施恩宝座上 彰显出他自己的荣耀来 就如同过去的日子 神以他的大能 来拯救他们的祖先 经文在这里又说 在以法连变亚民马来西前面施展你的大能 来救我们 世人这样说 他要表达什么样的意思 根据民宿记十章 21节到24节所记载的 当歌侠人 抬着圣物向前行 跟在后面的 就是 以法连变亚民马来西这三个支派的军队 这是要强调神要在他们的前面行 神要为他们施展大能 神要在他们当中彰显他的荣耀 接着在第三节说 神啊 求你使我们回转 使你的脸发光 我们便要得救 在此处提到回转 回转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复兴 这是在说明 也在提醒我们每一位神的子民 我们唯有回转归向神 才有可能带来真正的复兴 今天到处在讲复兴 到处在说复兴 要宣告复兴 但是如果我们不回转归向神 就没有复兴可以产生 也唯有神 以他的脸来光照我们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救 什么是神以他的脸来光照我们呢 在民俗纪六章22节到27节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 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 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 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 赐你平安 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 为以色列人祝福 我也要赐福给他们 神的脸会发光 会光照他的百姓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表示神要亲自的眷顾 神要施恩赐福给他的子民 并且也表达了神 是那位施展大能的神 是那位能够拯救的神 是那位肯施恩 乐意赐福 也愿意时刻保护 看顾他子民的那位神 在第四节 他们向神哀求什么呢 他们说万君之耶和华 万君之神 你向你百姓的祷告发怒 要到几时呢 因着这些百姓的罪孽 神不愿意听他们的祷告 神甚至向他们发怒 这是显示 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是一种隔绝的状态 以至于他们要向神哭求说 你向你百姓的祷告发怒 要到几时呢 要到几时呢 这真是一篇哀怜诗篇 最标准的格式 要到几时呢 他们来到神的面前 再一次的来向神哀求 他甚至提醒神说 神啊 我们是你的百姓耶 要到几时 你才能够不生气呢 在第五节 经文说 你以眼泪当食物给他们吃 有多凉出眼泪 给他们喝 当他们向神哭诉 他们的苦情的时候 他们想起他们的祖先 在旷野过去 其实是天上所降下来的马纳 那是那位大能者 所赐给他们的食物 但是 如今他们只能够以眼泪 当食物吃 他们想起过去 他们的祖先在旷野 有磐石 出来的水可以喝 那是那位大能者 那位伟大的神 赐给他们的水 然而 他们如今在这个苦境当中 失去了神的同在 他们只有眼泪 可以拿来当作水喝 在第六节说 你使林邦因我们纷争 我们的仇敌彼此细小 这是说明 他们在列国之中 被藐视被欺压 他们失去了自己的主权 这些列国彼此纷争 抢夺 以他们作为对象 抢夺 彼此抢夺 这些仇敌 以他们为细小 他们没有任何的地位 没有任何一点的尊严 在第七节 他们再一次的向神说 万君之神啊 求祢是我们回转 使祢的脸发光 我们便要得救 提到万君之神 是因为 面对这些林邦仇敌的欺压 与藐视 他们实在是渴望 这位万君之神 来帮助他们 他们实在是盼望 这位万君之神 施展大能 来拯救他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无论我们身处在什么样的境遇当中 让我们调整我们的眼目 调整我们的脚步 回转 来归向神 我们所需要的是 求神用祂的脸来光照我们 帮助我们 拯救我们 无论我们遭遇到怎样的难处 困境 让我们认定一件事情 就是只有我们的神 能够帮助我们 只有我们的神 能够向我们施恩 赐力量给我们 好像听见主的话说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祂 祂必指引你的路 我们要一起来祷告 每一次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来向神呼求的时候 我们是以怎么样的一种认识和关系 来向祂祷告 来向祂祈求的呢 我们和神是那种牧人和羊的关系 是那种主人和仆人的关系 还是那种罪人和救主的关系 还是那种审判者与背逆者的关系呢 我们呼求祂发出光来 拯救我们 帮助我们 为我们施展大能 但是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神一定要照我们所求的 来赐给我们呢 祂真的是我们的牧者吗 祂真的是我们的拯救者吗 还是祂正在向我们施行管教 祂在责备我们呢 让我们再一次的好好的思想 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让我们调整自己 我们以一个对神正确的认识 以一个跟神之间和好的关系 来到祂的面前 来向祂祷告 来向祂呼求 求主帮助我们 今天早上再一次对准那位爱我们的神 重建我们和祂之间那一个和好宝贵的关系 请我们同身开口来祂 祂 谢谢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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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是我们的力量 唯有祢是我们的力量 祂 帮助我们恢复的不只是一个合照的力量 祂能够建立一个生命的才好 他关系 祝你真理 祝你真理 优传我们 那heid 主啊主我们我们可慕祢 当我们来到祢的面前 向祢祷告的时候 主我们知道 祢是我们的牧者 主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阿爸父 主啊我们渴望 我们与你之间的关系是通畅的 主啊我们的关系是被你来恢复的 主啊不再有那隔断的墙 不再因着有那样的罪横梗在那个中间 主啊主我们渴慕亲自的 主啊被你来触摸 与你的关系是亲密的 是亲近的 主啊帮助我们 能够在每一天每一天与你亲近的这个时间里面 单单的享受 主啊有你同在的这样子的喜乐 主啊愿你以你的话语再次来充满我们 帮助我们拯救我们 谢谢主 亲爱的圣灵 今天早晨求你再一次引导我们来到阿爸父的面前 主啊求你让我们 主啊能够看自己与你的关系合乎忠道 主啊求你使我们与你亲密 却不是随便 主啊求你让我们知道 你是那一位深爱我们的阿爸父 却不是宠溺我们的 主啊求你让我们知道 主啊如果与你亲近的同时 我们也敬畏你 主啊我恳求你帮助我们 主啊能够在自己与你之间的关系上 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有一个深刻的认识 以至于我们向你呼求 却不是忘求 以至于我们犯了罪 却还是仍然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 求施恩求怜悯 主啊谢谢你今天早晨 你再一次指教我们与天父之间和好 谢谢耶稣 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在第二节说 这是一幅历史的图画 神的约会在前面走 后面紧接的就是这三个支派的军队 神一路上走在前头来带领他们向前行 神为他们征战 亲自带领他们来得胜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这幅图画一样要在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的神 祂是那位带领我们引导我们的神 我们有没有紧紧地跟随祂 我们跟随主做祂的门徒 我们是嘴巴上来跟从祂 还是我们真正在凡事上尊主伟大 敬畏祂 顺服于祂呢 请我们同生开口来祷告 祂是我的前头 帮助我做祂的顺利 帮助我精心地跟随 帮助我 主要是我的主帮助我们来到祢面前的时候 主要知道我们是属于祢的 主祢是我们的主 是我们生命的救主 我们生命的君王 主要是主当我们遵从祢的时候 主当我们说我们遵从祢的时候 帮助我们不是在口头上面说 主要是在我们的新四一年的当中 主要我们就遵守祢自己为大 主要是主帮助我们来想祢所思 主要是主帮助我们来做祢所说 主要是来心出主祢要我们所行的 主要是主让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主要紧紧地与祢连结 主要是主让我们的眼目来注目祢 主要是主让我们来注目在耶稣的身上 主要是主知道我们一生活着都是为了祢 主要我们活着就是祢 主要是主愿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更多的显为大 主要是主愿祢更多的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主要好使我们自己也能够活出 祢自己柔美的样式来 主我们感谢赞美祢 主啊 祢说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祢 主啊 当我们每一天我们就来到祢面前 来紧紧抓住祢的话语 主啊 我们要在祢的应许的里面 过每一天得胜的生活 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 可慕每一天来到祢十人宝座面前 与祢来连结 就像如同这只要连于葡萄树一样 主啊 我们要得着从祢而来的应许 得着从祢而来的能力 主啊 祢是我们的高台 祢是我们的避难所 祢更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主啊 当我们愿意出去为祢征战的时候 主 祢就成为我们的力量 当我们愿意紧紧地跟随主 成为一个得胜的门徒 主耶稣 谢谢祢 听我们合一地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诗篇八诗篇是一篇集体的哀怜诗篇 它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 经文说 神啊 求祢使我们回转 使祢的脸发光 我们便要得救 原来在神的拯救和帮助来到之前 我们需要先回转来归向山 当复兴来到之前 我们要先悔改归向山 今天早上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离弃一切的罪恶 离弃一切的败坏 靠着那位爱我们的主 来除掉我们心里头 那个暗中的隐恶 还有所有的悲情下片 让我们回转来归向山 我们用一颗清洁的心 正直的灵 来开始这一天的生活 请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天父你知道 孩子喜欢最宗之热 甚至喜欢你 你知道孩子常常挣扎在 心灵孤然悦意 肉体却经常软弱 感谢主 你的恩典没有力气 吸引孩子快跑跟随你 吸引我们快跑跟随你 离系那罪恶挥转你 主啊 谢谢你 保血常有遮盖 主 我们感谢你 主啊 谢谢你 饶恕我们的罪 主啊 在我们在罪中 我们要转向你 主啊 你的怜悯就领到我们 保血就洗净我们 好叫我们的生命 能够再一次快跑来跟随你 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主啊 求你发出光来 帮助我 拯救我 以你的大能来扶持我 主啊 求你帮助我 因为我愿意回转来归向你 再一次求你用你的脸光照我 赐恩给我 求你向我仰脸 赐我平安 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主 你是我的力量 主祢是我力量 主祢是我高抬 坚固盼使我心靠祢的不动药 主祢是我力量 主祢是避难所 我的盼望只在乎祢 主祢是我力量 主祢是我高抬 坚固盼使我心靠祢的不动药 主祢是我力量 主祢是避难所 我的盼望只在乎祢